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的是第四回合的比賽 第四回合由我們要越太陽神的軟球 要對上橘子熊的Hero 我們的天筆哥 這一場又是人類的內戰了 因為兩位都是我們人類的選手 他們所要使用的地圖是薩爾納加洞穴 兩樣地圖分別點位置在我們一點鐘範圍 以及七眼鐘的方向 那這張地圖的特色就是惡況非常非常的開闊 而且旁邊還有一條小路要特別特別小心翼翼了 是的 我們看到我們人王的表情非常的凝重 想必剛剛的玩笑好像有點當真 所以這一場是要拿回自己的一個名譽 要把人王的位置再要回來 我們現在看到七點鐘的方向是橘子熊的Hero選手 紅色 紅色的人類 緊接著看到的是我們一點鐘方向要躍的軟球 人王軟球選手 藍色 對 這一場暫時不叫人王 因為他剛剛把人王呢 你不要再刺激人家了好不好 那我繼續叫人王好了 小心明天就被踢出重石 非常非常害怕 那我們現在看到公兵現在是出門要 喔 蓋下了補給站 補給站 兩邊可能都要封門喔 兩邊現在都在門口 蓋下了自己的補給站喔 可能要做一個封門 這個封門呢 有兩種對不對 比如說你可以兩邊放這個補給站 中間卡個軍銀 或者是兩邊放軍銀 可能中間我們可以卡個碉堡 對 有時候我們會選擇的是雙兵銀開局喔 不過這比較常見的是在人類打蟲族的時候會使用兩個兵銀開局 所以在人打人或是人打神族的時候 我們一般來說都是看到一個單 一個兵銀而已喔 所以比較常見的就會看到一個補給站中間兵銀 旁邊再放一個補給站做封門 好的 我們看到我們軟球 美人王 他的工兵悄悄的出去巡邏了 對 我們現在出門了喔 來到了欠宗方向 因為這張兩人圖喔 所以也不會有別的位置 我們過來一定會看到人喔 要是沒看到人的話 絕對不可能 好 已經來到你家了 對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欸 在做騷擾嗎 對 一樣要做騷擾 不過我們第一時間拉出了工兵 好 那瓦斯已經完成了兩邊 其實都是一個 欸 有一邊還沒有完成 可以幫他蓋一下 對 我們現在要看 我們要不要延緩對手的科技走向 有可能喔 不過 比較少見齁 在人打人的時候比較少見 那看到 可是在天梯上蠻常見的 就有些人非常喜歡去對方家蓋瓦斯 對 有時候其實很難 尤其是在神族打神族的時候 超常見在對手家中蓋對手的瓦斯場 尤其是可拉里很愛使用這一招 好 可拉里被錶了 等一下你出去的時候就會有麻煩了 對 我們現在看到這邊工兵 喔 機箱沒有甩箱 追著你跑 追著你打 喔 再一下 好 成功跑掉了 因為工兵的移動速度還是比較快的 比較快一點點 在一路狂奔 那這邊 兩隻腳比不像輪子 對 一直跑 我們到旁邊 現在的話這個狀況我們看 又出 喔 死神 科技實驗室 對 這場換HERO要出死神啦 我們現在換邊用 剛剛 剛剛軟球有示範過一次死神的用法 可能HERO選手覺得你用的沒有很好 我示範一次給你看 讓我來用一次 讓你知道什麼叫死神 你真的是在挑撥理解 對 因為我們感情都很好啦 你真的確定嗎 我確定喔 應該 OK啦 自己好心虛喔 小波再來一盒衛生紙 他又在冒冷汗 那這邊軍工廠 喔 兵營飛了起來 兵營飛起來的話留了一個科技實驗室 應該等下要用軍工廠直接掛載上去囉 直接要掛載軍工廠 彈神科技了 所以掛載到我們的科技實驗室之後 我們的軍工廠就可以出我們的坦克了 對 可以直接出坦克 那這邊的話 喔 軟球的工兵出來喔 不過 喔 Hero的工兵 喔 不對 軟球的機槍兵出來有看到了 好 現在的話要上去嗎 機槍兵要勇敢殺上去了嗎 喔 三隻打兩隻 哇 以多打掃啊 欺負你很少齁 現在直接衝了進來 那現在機槍兵後退 工兵拉了出來 難道三隻要定勝錯了嗎 喔 那這一個騷擾相當相當的不錯啊 好 那現在這邊持續的做一個 哇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甩槍啊 機槍兵甩得非常非常好齁 那兩隻都紅鞋之後 我們決定先走了 是 好 我們的軍工廠蓋好囉 要馬上來加入我們的科技實驗室 對 我們現在掛載了之後 出的是坦克 跟上一場的打法其實很接近齁 很接近 但是選擇先放了第二個主堡齁 所以坦克是要用來做一個防守了 做一個防守 那反觀 欸 我們有飛機場 我們有星際港囉 對 反觀 哇 我們軟球這邊 軟球這邊反觀是用剛剛的這個戰術 對手的一個戰術喔 這一場使用的是一個 所以這兩位很喜歡互相學習欸 對 他們兩邊稍微做一個學習 但是這一場 喔 二郎竟然做個騷擾 好 不過有稍微騷擾到後 有稍微打了幾隻工兵 好了 兩個互換位置 我們來看看 軟球這裡我們的 飛機場是搭配的是什麼呢 喔 我們這邊要出的是女妖了 喔 科技閒事 對 我們要出女妖了 家中是使用機場兵 那出了一台圍巾之後 要到對方家裡去騷擾嗎 對 這台圍巾應該是要去對方家做一個偵察 那這時候自己的家中也放下了第二個主堡 兩邊 兩邊不約而同都放下了自己的主堡齁 所以 強框 對 那就要進入終極的一個經濟了 喔 卡人口了 稍微卡了一下人口 那趕快 趕快帶去戰 對 沒錯 那這邊的話 好 稍微再試著看一下喔 馬上就走人了 好耶 我們的女妖已經在進行了 你的隱形的升級囉 對 已經升級 等一下要做一個騷擾了喔 沒有問題的話 雙方的這邊的話 一邊會使用一個坦克安機下面做防守 那反觀另外一邊則是會用女妖做一個騷擾喔 不過 兩邊都有搶況 女妖過來了 但是隱形好像還沒有完全的升級完成耶 可能會稍微等一下喔 我們會從旁邊繞進去 然後等待隱形研發完成之後 再去衝進去做一個 那不知道對方有沒有蓋這個對空砲台 來做一個防守呢 現在是使用圍巾喔 我們剛剛看到了HERO家中 其實主要是一個圍巾的一個配置 是 但是如果太隱形的話 圍巾呢 就只能用雷達來做一個掃描了 好 就這樣子我就沒有辦法丟礦羅了 對 如果我們使用 因為我們能量是一樣喔 如果我們使用 喔 來了來了 對 因為我們看到它衝進去的話 我們直接進來 我們一進來就隱形了 隱形 好 各位觀眾 隱形女妖 那我們現在直接屠殺 對空砲台正在蓋 對空砲台正在蓋 那我們的能量夠 玩做一個掃描吃香蜜 圍巾呢 直接追著你跑 但是 我們跑開了掃描的範圍 繼續打 喔 你看不見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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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時候 又來了 喔 女妖已經是紅色了 爆掉了 爆掉了 不過這隻的女妖殺了 兩到三隻公兵 指揮票價了 殺了六七隻公兵 而且殺了兩到三隻機槍兵 非常指揮票價了 第二隻隱形的女妖又來囉 對喔 我們 前面有鑽頭 趕快好康道相報 跟後面的來 跟後面的講 趕快又來 又開始攻擊 又來了 又來了 對 那這時候 我們圍巾在地面 四周圍飛 兩邊 飛來飛去就是看不到他 對 但是看不到 喔 看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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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的話 那家中在升級 度壓 度壓如果完成就沒有問題了 那現在的話要看 再拖一下時間 兩隻圍巾 一隻是團團 就像無頭昌蠅一樣 毫無頭緒啊 對 一直跟著他跑 一直跟著他跑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HERO的視角 他只能看到有模模糊糊的女妖 正在往右邊移動 往右邊移動 一直追一直追 不見了 好吧 我們還是先回家好了 對 不見的話 那我們兩邊現在都搶下了自己的第二個礦區 但是 人環環球這邊的工兵數量是多很多啊 我們經過了一番的騷子之後 現在工兵數量領先10之後 是31比21 所以經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度壓完成了 喔 度壓要出門了嗎 對 那現在 度壓完成主要先做一個防守齁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度壓才能夠偵察引擎 是 對 那家中的話 我們看到來了 我們 坦克率的機槍兵來囉 直接來了 三台的坦克 都直接架起來 站起來嗎 哇 直接架起來的話 因為這邊要如何做一個陰影呢 部隊量有明顯 不夠機槍 坦克衝了下來 但是只有兩台 而且沒有部隊做一個血防啊 哇 感覺可以成功的衝上去喔 現在 上面還有一個碉堡齁 所以 稍微拉一下的話 我們坦克 哇 不太敢上去 但是我們現在放棄了 直接打出了GG 直接打出了GG 千米哥竟然這麼快就打出了GG啊 哎呀 我們的軟球扳回一城了對不對 是 沒錯 所以人荒又換人座了 而且又換回原來的人了 我們恭喜我們的Softball 好 我們老師可以幫我們來講解一下 剛剛這場好像GG有點來得太快對不對 對 老師 其實主要是 雙方的其實戰術是相去不遠的 是 不過主要還是在我們人荒軟球 選擇一個主要的騷擾 那 畢國這邊其實可能有意識到了 可是 對方後來晚了一步 對 那晚了那個可能十幾秒的時間喔 我們數量 公平數量損失太多 軟球這時候趁勢做一波前壓喔 直接 趁你兵力空創期直接把你打爆 好的 我們剛剛這場的第四場的比賽呢 是由我們的軟球 贏了我們的千皮哥喔 馬上就雪恥了 人荒又換回我們的軟球來做了 好